白山、白川香的白色大道 距离保存着历史和传统气息的 城下丁飞弹高山车程 约需50分钟 由世界遗产白川香起计 总长度为33.3公里 约一个小时的时间 连接祈浮院和石川院 无间断又漫长的时间 正正地经过这条大道 这条山路好像逢人针一样 将白山山脚下 一大片壮丽的风景 连在一起 由白川香展望台 可以观摩到世界遗产的 白川香合掌村 间不中还可以见到 一整片的云海 展望台后方 有一片压立了300年以上 长期抵离大雪的山毛举原始森林 在这条暴行大道 可以一边散步 一边欣赏四季变化的自然美景 在白川香展望台的停车场 有一间可以作为中途休息站的 连鱼茶奥 海拔1360米高的三方岩岳 因为有名为飞弹岩 家豪岩 以及月中岩的岩石群而名名 沿着登山径 可以欣赏在亚洲三大 见到的阔叶树 森叶树 以及多种不同高山植物的花草 在连初级行山人士 都可以放心肯受的人气地点 除了以三方岩停车场作为起点 由白川香展望台停车场出发 也都可以肯受到行山的乐趣 由三方岩岩山顶连接着通往野谷庄 施山和苗发山的北向路线 沿着山脊步行 就会一直走到去白山 海拔900米左右 射谷白龙之中最大的瀑布 落差86米的福布大瀑布 可以让你感受一下激昂的浪花 以及高耸两岸的岩壁的规模 可以享受猪肉的趁谷之汤的前方 有一个瀑布名为老瀑布 因为好像老婆婆的爆发被吹散一样而名名 这个日本百大瀑布之一的老瀑布 好像忘记了时间一样 发出静静的流水星的同时 慢慢地流动 石川苑旁边闸口一出去 就有一个据说开业了1300年 有致病功效的白山中宫温泉 在8000年前 因火山爆发而形成的石谷大地 以及白山火山的地热 令泉水涌上地面 距离白山中宫温泉32公里外 有全国遗数3000间以上的白山神社的总本宫 白山给什么神社 这条路是一直延伸去金萨市 从祈福院去石川苑 从石川苑去祈福院 来回白山白川乡白色大道所见到的风景都有各自一番的味道 大自然的壮丽 以及被西人流传的这条大道 大腿访客有如星数半各式各样的浪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